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选择了汉语专业 部分原因是我生活的地方有很多华人社区 所以从童年的音影至古老的歌曲 都成为了我难忘的一季 学习汉语为我让我发心了学习汉词的乐趣 每个汉词都遇谈着深刻的意义 不同于其他语言 汉语同时具有文化和历史的意义 文化的意义指的是汉字的意义 每个汉字都是中国人感受到并免会出来的现象 历史的意指的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汉字变迁和简化的 学习汉语为我提供了许多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作为一个年纪还小抱着梦想前进的女孩 我深深被中国电影的深刻意义所吸引 有了这样的动力 激励了我去参加校内和校外的配音比赛 我觉得通过汉语 我不仅找到了我自己 而且我还找到了学习汉语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专业的配音演员 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又能实现探索中国的梦想 最后希望通过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观众朋友们可以找到自己对汉语的心知和喜爱 谢谢